前幾天拍這個太古達人是一波三折 今天要拍的這部真的有點冒著生命的危險 是沒那麼誇張啦 冒著身體的健康狀況去把它給拍完了 其實原本羅卡是沒有計劃買這片遊戲 因為網路上面有非常多的玩家在推薦 而且也非常的希望羅卡來開箱給大家看 既然這麼多人想看就來開箱吧 不知道有沒有人可以猜到今天羅卡要來開箱的這片到底是什麼遊戲 欸 猜到了嗎 今天要來開箱的遊戲就是這一片 欸 德軍總部 這一片遊戲其實羅卡在之前玩的時候 他的畫面是長得像這樣子的 沒錯 這個就是羅卡之前在玩的德軍總部喔 記得以前大概是在國小的時候吧 在玩這個德軍總部的時候呢 都是在國小的電腦室 電腦教室裡面 偷偷的玩這個遊戲喔 那個時候玩的覺得非常有趣 不過現在隔了幾十年過後 不過呢 隔了幾年過後啊 現在感覺那個遊戲的畫面 那現在呢 我們還是一樣先從它的封面來開始看齊好了 首先呢 這是一片Switch的遊戲 那在上面這邊呢 有跟我們講到 一開始啊 建議我們要來連接網路做更新下載喔 這個更新下載呢 檔案有點大 等一下呢 再來跟大家講 上面的圖片呢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孕婦 老婆大人在講的時候 羅卡在突然驚覺 好像是欸 那後面這個看起來是有點恐怖啦 下面這裡有寫到啊 這款遊戲是18進的喔 所以呢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呢 這片遊戲是中文版的 所以背面的文字也都是完全的中文化 這邊呢 有寫到它的下載內容呢 需要8GB以上的空間喔 可能要幫它準備一個MicroSD卡 會比較OK一點 另外呢 這邊有寫到 不管是電視模式 平板模式 還是掌機模式呢 都是只有支援一個人玩的喔 旁邊這裡呢 有寫上它有支援Pro的手把喔 語言的部分呢 它有支援簡繁體的中文 跟英文的部分 下面這裡呢 也有寫到它有支援多國的語言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來看一下裡面的狀況吧 這個裡面的狀況呢 看起來有點殘暴的感覺啊 背面的圖片呢 其實就有點殘暴 好像要斬首的感覺啦 那不管啦 反正呢 遊戲片就一樣在下面這裡沒有缺席喔 相信呢 有在看羅卡頻道的朋友啊 如果說有在關注遊戲這一塊的 一定都知道 羅卡是一個有3D運的人喔 那這3D運呢 其實有一點痛苦 大概是在高中的時候發現的吧 就是在玩類似這種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啊 那個時候呢 只要玩上單機版的 就會有那種噁心想吐的感覺 剛開始玩呢 還懷疑自己是不是因為 太累沒睡覺有沒有 睡太少之類的 所以呢 玩起來會有這種不舒服的感覺出現 後來才知道 原來這種症狀呢 是一種叫做3D運的東西喔 那到現在呢 其實還是無解喔 所以呢 只要玩到這種3D遊戲 又加上這種單人的 基本上呢 3D運都蠻容易引發的 那我們現在呢 還是趕快進來看一下 羅卡冒著3D運的身體呢 手拍出來的遊戲畫面吧 我們要進入遊戲之前呢 必須先下載這個更新檔的部分 大概一兩個小時起跳吧 所以呢 要早點更新喔 進來這個遊戲的難度裡面啊 敘述的還蠻好笑的 什麼放馬過來 爸爸 我可以玩嗎 那每一個難度 他的表情都會不一樣 接下來呢 進來的是前情提要的部分 這個前情提要呢 其實羅卡冒沒有玩過 所以也不太清楚他的劇情 那後來呢 羅卡還是直接把他給跳過了 進到裡面來了 依然有非常長的動畫 來解說一下 我們現在身處於河地 然後呢 跟劇情的部分喔 在這裡呢 可以看得出來 主角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要控制的角色啊 身體好像已經受到了超級重傷 那有一些比較血腥的部分呢 羅卡也有稍微把他用馬賽克擋一下 因為呢 這個 血亂噴的感覺 總是不太舒服 醒來之後呢 發現自己是已經受傷的 不知道是不是士兵還是軍官之類的 反正呢 就是戰士 戰士的意思 好不好 那現在呢 是全部受傷 坐上我們的輪椅之後呢 就要來準備 進入戰場 那剛開始的這個環境是在一艘潛艇裡面 這艘潛艇呢 營造出來的感覺 就是有一點優避空間的感覺 非常的狹窄 非常的狹窄 所以呢 整體會非常壓迫 那種玩起來的感覺呢 心臟感覺跳動有不自覺的變快 看到這個敵人呢 我們就要開始來射擊 真的有點難控制 還是不太習慣控制 這個類比搖桿來打射擊遊戲 我們先把這些敵人給打敗之後呢 就可以撿取他的武器 然後呢 會不斷出現這些敵人 每一隻敵人呢 死掉之後會有一些頭盔啦 武器啦 可以撿 武器撿的話 好像只會撿他的彈藥 所以呢 我們的彈藥算是還蠻充足的 好 再來到了裡面 這一個研究員呢 感覺非常的厲害 因為他研究這個 很像微波爐的東西 直接可以把別人爆炸 哇 這個 超級恐怖的 這種武器如果出現在現實當中啊 哇 等一下呢 大家就會看到有非常多這個開關 應該是可以利用像這樣子的陷阱 來去攻擊敵人喔 那羅卡剛開始在玩呢 其實對這個槍械 還是不太會操控 據說呢 是可以用體感來去操控的話 會比較簡單一點 整體會比較靈敏 那如果說呢 有要來好好的玩這款遊戲的朋友啊 可以把它設定成體感 然後用體感來進行遊戲會比較方便 那遊戲的部分呢 其實羅卡玩的劇情並不長 整體來說 就是開始頭暈 大家可以辨識 這個地方羅卡實在有辨識 也把它給上了馬賽克 因為血實在是噴的有點多喔 好 終於呢 解決這個遊戲畫面的片段了 羅卡呢 剛才躺在沙發上面呢 一直有那種想吐的感覺 非常的痛苦喔 只要有3D暈的啊 應該都會了解到羅卡的這種感覺喔 喔 超級痛苦 那基本上呢 這是一款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喔 而且是18鏡的 所以呢 在畫面裡面啊 看到一些比較血腥的部分也是在所難免的 像在剛開始的時候啊 其實有一些非常長的動畫來交代這個劇情的部分 裡面呢 就有一些什麼把腸子拉出來 然後在那邊撿撿撿的東西 那個看起來呢 真的是稍微噁心 所以呢 如果真的是年紀沒到的啊 又會怕這種血啊 人敵器官等等的啊 真的要稍微繞到噁心 這片遊戲呢 可能就要稍微跳過了 當然啊 如果說喜歡重口味 例如說像這種 奪文句有沒有 這種人體爆開來的感覺 看起來都非常的舒服 那這篇遊戲呢 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樣講起來怎麼好像有點怪怪的 重點呢 其實羅卡呢 有一點散離雲 所以大家在看到這個遊戲的片段呢 非常的簡短 就這些簡短的部分 羅卡先來分享一下自己玩了一下的心得 第一個呢 就是這個遊戲它的故事是一個虛擬的 應該是在二次世界大戰的德國這個部分 虛擬的這個故事呢 其實它都交代的還蠻清楚的 畢竟呢 它運用了大量的動畫 來講解它裡面的劇情喔 整體的感覺呢 也會慢慢的融入裡面 其中呢 有個比較小的問題就是 在某一些地方啊 它的字幕呢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縮得非常小一個 可能要用很大的螢幕啊 會不會比較好一點 這個羅卡倒是不太清楚 有很多人呢 在網路上面是有建議到 如果要玩德軍總部 一定要打開體感的功能 這個羅卡呢 已經3D暈得很嚴重了 如果再打開體感呢 大概可能錄不到兩分鐘就得休息了 所以呢 就整個遊戲玩起來啊 其實有一點緊張刺激的感覺 一開始的場景呢 是在一艘潛艇裡面 那這潛艇呢 有非常多的敵人會出現 羅卡呢 是沒有設定這個體感的瞄準方式 再打起來呢 感覺就是那個槍 哇 好快喔 整個速度好快喔 相信呢 這個應該都是可以做調整的 所以呢 如果喜歡像這樣子第一人稱的射擊遊戲呢 尤其是要比較擬真的玩家們啊 這一款德軍總部應該是可以納入考慮 尤其呢 是那種口味比較重一點 喜歡跟畫面比較暴力血腥的 那如果有3D暈的朋友啊 一定要慎重的思考一下 這篇遊戲呢 會不會為您帶來這些負面的困擾喔 好啦 那因為羅卡呢 自己本身是沒有辦法玩到太長的 可能玩一小段一小段就需要休息休息這樣子喔 後續的劇情呢 可能可以透過別的玩家來分享給羅卡 甚至呢 在下方的留言板也歡迎有買這套遊戲的玩家呢 來發表一下自己的心得 您的心得可能是有更多玩家想要來參考的方向喔 歡迎大家來留言 協助羅卡的來把這支影片完成得更完整化一點喔 那今天的影片呢 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耶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 掰 再提醒一下 如果說有玩德軍總部這款遊戲的啊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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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方留言 協助羅卡呢 把這個內容補充得越充實越好喔 感謝 感謝 感謝您